特朗普第二次因违反庭外禁言令被罚款 迈克约翰逊当选为新众议院医长 加州公路撞死4名大学生 男子被控多项谋杀罪 众议员报曼 被指控在国会山办公室误拉火警警报 纽约珠宝店顾客被困安全室一夜 佛罗里达州并令州立大学解散一亲巴勒斯坦学生团体 亚特兰大女子被咖啡烫伤 获300万美元赔偿 递交今日时事纵观美国资讯 欢迎收看本期今日美国 我是主持人小小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10月25日 在前总统特朗普的民事欺诈审判中 法官称特朗普违反了禁言令 并被罚款1万美元 这是特朗普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 因其庭外言论而受到处罚 据报道 特朗普在休息期间 在法庭外对记者表示 法官恩格隆是一位非常有党派倾向的法官 坐在他旁边的一个人也非常有党派倾向 甚至可能比他更加有党派倾向 对此 恩格隆表示 他相信特朗普指的是坐在法官旁边的书记员 格林菲尔德 恩格隆问道 为什么不对这种公然危险的违反明确法庭命令的行为实施严厉制裁 此前 法官恩格隆已经命令所有参与审判的人 不要公开评论他的工作人员 10月3日 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一篇帖子 谈到了坐在他旁边的法官首席法律助理 随后这一限制就付诸实施了 当时特朗普因在社交媒体平台违规发布相关贴文被罚款5000美元 而特朗普和他的律师坚称 他本周三的评论是针对一直在作证的特朗普前律师迈克尔科恩 而不是针对书记员 周三 特朗普的三名律师对1万美元的罚款提出反对 他们重申了特朗普关于该书记员不公正的说法 在他被罚款后不久 特朗普起身走出了法庭 10月25日 在经历了三周的动荡后 美国众议院周三终于投票选举出 保守派共和党人约翰逊担任众议院议长 51岁的国会众议员约翰逊 以220票对209票获得议长席位 据报道 自10月3日 麦卡锡被强硬派共和党人赶下台以来 该席位一直空缺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 以微弱优势控制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考虑并拒绝了三个可能的替代者 最后选定了约翰逊 约翰逊曾是一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律师 得到前总统特朗普的支持 多年来一直推进学校祈祷等保守政策 在2021年1月 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审判期间 约翰逊与其他共和党议员一起投票 在特朗普参议院弹劾团队中 担任了主要的角色 约翰逊在赢得议长木锤后不久表示 我们希望世界各地的盟友知道 这个立法者团体正在再次工作 他表示 他将很快呼吁立法 已表示对以色列的支持 在本月初哈马斯武装分子进行跨境杀戮和绑架之后 以色列加大了对加沙的轰炸力度 预计众议院将于周三下午就支持以色列的决定进行投票 俄克拉和马州共和党众议员比斯的发言人表示 他正在考虑竞选会议副主席这一领导职务 此前由现任议长约翰逊担任 美国总统拜登对约翰逊当选众议院议长的消息 做出了回应 祝贺他 同时呼吁国会迅速采取行动 满足国家安全需求 避免在22天内关闭 10月25日 洛杉矶当局表示 上周在马里布撞死4名大学生的22岁宝马司机 被指控犯有4项谋杀罪 据报道22岁的嫌疑人伯母在上周于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 21600街区发生车祸后 因严重车辆过失杀人罪被捕 但后来被释放 洛杉矶郡治安部门当时表示 释发时 伯母失去了对蓝色宝马轿车的控制 撞上了三辆停放的车辆 而这几名学生站在附近被撞 受害者被宣布当场死亡 事发后遇难者被确认是大四学生 罗尔斯顿 斯图尔特 威尔和威廉姆斯 佩珀戴因大学校长加时在给大学社区的一封信中写道 今天早些时候 我们了解到4个给我们学校带来欢乐和光明的宝贵生命 突然悲惨且令人难以理解的从我们身边夺走了 佩珀戴因大学的主校区 俯瞰着太平洋海岸高速公路 治安官西图上周称这条高速公路很致命 因为人们往往在这条高速公路上莽撞驾驶 他说 到目前为止 该高速公路发生碰撞的主要原因是超速 治安部门在10月24日的更新中表示 在调查人员收集了独理学结果 收查令 速度分析和其他证据后 这名司机因四项谋杀罪被捕 保释金定为800万美元 伯母在事故前一天刚满22岁 高中时是一名学生运动员 洛杉矶县地方警察官 加斯科恩在周三的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 对伯母的指控 他没有立即透露伯母是否已提出抗辩 10月25日 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鲍曼被指控 在9月份最后一刻投票 为政府拨款之前 在国会山办公楼误拉活警警报 据报道 鲍曼已被命令于 周四上午在华盛顿特区高等法院出庭 接受一项轻罪指控的提审 美国国会警察周三表示 已完成对该事件的调查 并将此事移交给检察官 该机构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的特工收集了所有证据 将其打包 并将整个案件连同指控送交检察官考虑 鲍曼承认启动了活警警报 导致办公楼的人员疏散 他说 他急于进行投票 并来到了一扇通常开放投票的大门 但当时大门没有办法打开 美国国会警察本月早些时候表示 安全视频显示 鲍曼在拉降活警警报之前 试图离开大楼 国会警察表示 有明确语言的标牌解释说 这些门已被固定并标记为紧急出口 共和党人指责鲍曼触发警报 是为了推迟众议院对短期支出法案的投票 鲍曼否认了这一指控 鲍曼说 我想非常明确地表明 无论如何 这都不是我试图推迟任何投票 事实恰恰相反 我迫切地试图进行投票 我最终做到了 并与我的同事一起努力保持我们的政府开放 据报道 鲍曼自2021年 担任纽约第16国会选区的代表 他一直是美国民主社会主义者下 哈德逊河谷分会的成员 直到2022年 他因在以色列政策上存在分歧而离职 10月25日 纽约一名珠宝店顾客 被困在钻石区一间锁着的安全室里 约10个小时 直到门被定时器打开后 才得以释放 纽约消防局官员称 周二晚上8点刚过 这名23岁男子被锁在第五大道580号安全房间内 该房间内 设有多家小型珠宝店和金库 当他检查保险箱时 房间的门从外面锁上 他被困在一个20秤40英尺的空间里 房间设置了时间锁 预计第二天早上营业前不会重新开放 事发后 消防员赶到后 砍穿了约30英寸的混凝土墙 试图将这名男子救出来 但这一经过 大约经历了10个小时的救援工作 在消防员终于抵达安全室 金属镀层时 发现需要割锯才能切开 由于担心切割的烟雾 喷入狭小的安全室 消防队员决定等待门自动打开 早上6点15分左右 门锁自动解锁 男子获救 官员们表示 他正在接受评估 但看起来身体状况良好 消防队员表示 通常安全室被金库拥有者关闭 晚上7点以后 关门后就会自动上锁 他采取计时器机制 直到经过一定时间后 才会重新开放 10月25日 据美联社报道 共和党佛罗里达州长德桑蒂斯政府 将一个亲巴勒斯坦学生组织 与恐怖主义联系起来 并命令州立大学禁止该组织进入校园 趁该组织非法支持本月早些时候 袭击以色列的哈马斯武装分子 随着以色列对加沙的袭击愈演愈烈 一些大学生表达了对巴勒斯坦人的声援 导致一些犹太学生 甚至一些雇主的谴责 佛罗里达州采取了非同寻常的举措 称巴勒斯坦正义学生组织 正在支持一个恐怖组织 州立大学系校长 罗德里格斯 周二在州长 德桑蒂斯的敦促下 写信给大学校长 指示他们解散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的分会 罗德里格斯在信中说 根据佛罗里达州法律 故意向指定的外国恐怖组织 提供物质支持是重罪 自10月7日 哈马斯袭击以色列南部以来 德桑蒂斯加强了亲以色列的立场 德桑蒂斯以派飞机前往以色列提供物资 并将想要返回的佛罗里达人送回那里 他还支持召开特别立法会议 对支持哈马斯的伊朗实施新的制裁 并表达对以色列的支持 到目前为止 没有政府提供证据表明 伊朗直接参与了袭击 言论自由组织 个人教育权利基金会 称佛罗里达州的指令违宪且危险 并表示政府没有法律权利 强迫大学禁止SJP分会 巴勒斯坦正义学生会和其他几个组织 周三呼吁全国学生 在大学校园举行示威 要求以色列停止对加沙的袭击 并要求美国停止对以色列的财政支持 从马萨诸塞州大学 阿玛斯特分校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校园 都计划举行罢工 10月25日 据报道 亚特兰大一名70岁的妇女在佐治亚州 舒戈 Hill的Dunkin餐厅下车取餐时被咖啡 咖啡撒到身上造成三度烧伤 他与该餐厅该服务员的律师事务所 达成了300万美元的和解协议 该律师事务所表示 据称咖啡杯上的盖子没有固定 导致咖啡一出 据报道 这名70岁女子的名字尚未公开 他于2021年2月前往舒戈 Hill的Dunkin店 购买一杯咖啡 当一名员工将咖啡递给这名女子时 杯子的盖子脱落 咖啡撒在她的腿上 烧伤了她的皮肤 她的大腿 腹骨沟和腹部遭受二度和三度烧伤 需要进行大范围的直皮手术 该女子的律师维尔奇说 她的当事人烧伤非常严重 她在当地一家医院烧伤科待了几周 事件发生后 她的生活完全改变了 她的医疗费用超过20万美元 维尔奇说 走路仍然会引起她的疼痛 她不能出去晒太阳 她必须每天多次在烧伤处涂抹药膏 当今特许经销商 最终同意达成300万美元的庭外和解 法庭记录显示 双方达成庭外和解后 该诉讼于10月19日被驳回 一份声明中表示 我们希望这一和解协议 向所有餐厅和加盟商传达一个信息 这并不复杂 这就是我们想要的 正确培训员工 并优先考虑顾客安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今日美国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并订阅 美国中文广播电视频道 获得更多精彩内容 感谢您的观看